一名男子跟朋友借了一千元没有还 对方催跑时发现 他有钱玩网路游戏 又被呛说不然要怎么样 双方演变成三打一的冲突 而这名欠在男子 是当街被折叠刀给刺伤 大量失血送衣 两名男子在马路上拉扯 蹲下站起各种姿势样样来 压低的身躯不断缠斗 就是为了抢夹在脚中的棒球棍 没有多久花成山的男子 也加入战局拔出折叠刀 就往对方推上化 通了他跌倒在地 二打一还不够 又有人拿着球棒 跑百米速度来助阵 打完人三名扼杀货诉逃离现场 而好凌晨一点半 新北市三重去仁爱街巷子里 吵吵闹闹 被害人带着女友与嫌犯相约 商讨一千块的债务 对方发现他有钱 玩网路的游戏却不还钱 催讨的时候还被呛 我没钱还 不然你想怎样 两人当街开打不说 还互抢球棒 讨债的没客气 三个人一起出手 还拿出折叠刀攻击 又打你啊 然后轮上去 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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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男子 左腿被划了三刀 血流不止 脸色惨白 原警赶紧拿出 紧用的装备用背带 赶快帮他夹压止血 我们发现他这边有一直 不断持续线的出血 这样我们就是直接 赶快先拿这个绑着 然后我跟另外一名同事 就是一人拉一边 直接绑到最紧 这样就大概是这样的 警方调约监视器 以车追人 只为了一千块 冲动亮刀砍人 被依刑法 伤害罪送办 接着网上斑本王甲 新闻长报道